天津泰达新赛季八场不败 但他们却绝口不提目标 如果你每场比赛全都赢了的话 你最后肯定是冠军 恒大国安上演激情大战 观众 球迷 恩怨 球员 教练 裁判 进球 一场比赛折射中方联赛的火爆与热烈 4月21号18点35分 足球之夜 精彩呈现 5月21号18点35分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天下足球 在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题 不知道您是否已经参与了 就是梅西和C罗是否在国家得比当中 同一场比赛当中同时进过球 两个答案 一是是 二是否 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 一或者是二 编辑短信 然后发送到106699993 就可以赢取我们节目提供的实物大奖了 有双卡双带的智能手机 还有我身后的C罗和梅西的球衣 这是非常诱人的 希望您今天的节目能够有好运气 现在就拿起手机来参与一下吧 那接下来呢 就应该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节目 国家敌人了 那么两支球队呢 两支豪门球队在17天里面要进行四次对决 这绝对是百年一遇的情况 所以也是给我们节目提供了非常好的选题 我们将进行系列的关注 当然了 大家经过分析之后 都认为在上个周末进行的这场得比当中呢 实际上两个队都是有所保留的 因为巴萨在联赛里的领先优势已经很明显了 而黄马显然已经开始想着今后的另外三场重要的比赛了 所以这场比赛呢 可以说是为今后的比赛埋下了很多的伏笔 在上周五进行的国家得比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 尽管穆里尼奥来到了现场 但是新闻官说 今天穆里尼奥只听不说话 一个问题都不会回答 新闻官的说法让台下的记者们目瞪口呆 在经过了商议之后 记者们决定愤然离开来报复穆里尼奥的举动 这次撤离的带头者正是西班牙的阿斯鲍 关于穆里尼奥不发言的举动 助理教练卡兰卡的解释是 每个人都会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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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会说的 我们最近我们都会出现的 的声音 在前莫里尼尼尔说 如果世纪大战赢了 他就不会出现在发布会现场 由于是平局 莫里尼尔还是来到了赛后的新闻发布会 此时前来提问的阿斯报记者 再次遭到了莫里尼尔泼出的冷水 莫里尼尼尔和瓜迪奥拉共同导演的这场举世矚目的国家德比 比赛之前黄马的大巴车早早就来到了伯纳乌球场 C罗看上去非常放松 而面色凝重的莫里尼尔则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面对黄马此前遭遇的国家德比五连败的糟糕战绩 莫里尼尔必须带领黄马扭转推势 随后瓜迪奥拉和他的巴塞罗那队出现在了伯纳乌球场 他们渴望创造国家德比六连胜的记录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费尔南德斯 在比赛开始之前带着裁判团队走进场地 检查草皮 黄马俱乐部派出了顾问奇达内亲自迎接 每一年的西班牙国家德比裁判问题都会成为赛后的焦点之一 菲尔南德斯和他的团队严阵以待 由于是举世瞩目的比赛 这场比赛的转播中引入了飞猫技术 这个吊在空中的摄像机为我们呈现了如此宏大的转播画面 这样的转播风格看上去非常像当下流行的足球游戏的3D动画 西班牙足协为这场国家德比做足了准备 这是近些年来西班牙国家德比转播当中 画面最精美的一次 两家俱乐部的队员既是对手又是朋友 他们之间都非常熟悉 他们很多人都效力于同一支国家队 而在接下来的不到18天的时间里 他们将四次相遇 四次上演西班牙国家德比 博纳乌球场为比赛营造了热烈的气氛 看台上球迷们举起的大旗上写着 皇家马的礼坚持到底 球迷们举起了印有黄马对标的旗帜 现场是一片白色的海洋 这场比赛被马德里媒体冠以复仇之战的名字 因为在双方本赛季的第一回合交锋当中 皇家马德里队在客场0比5 耻辱性的赋给了巴塞罗那队 这场比赛一开始双方的拼抢非常的激烈 马赛罗甚至缠倒了边才 这个边才成为了本场比赛中第一位受轻伤的人 这个花絮让现场紧张的气氛稍稍缓和了一些 比赛刚开始 塞罗接到赫迪拉的传球在右面 强突阿德里亚诺 阿德里亚诺及时的卡位球出了底线 这个时候塞罗认为应当是绞球 但是主策判还是判罚了塞罗在背后犯规了 比赛刚开始 塞罗就表现出了想一口吃掉对手的气势 这场比赛既是黄马巴萨之间的争夺 也是塞罗和梅西之间的直接对话 比赛第八分钟的时候 赫迪拉带球突破的时候 被对方放倒 主策判判罚了点球 向阿德里亚诺出示了黄牌 皇家马德里队获得了机会 这个位置对塞罗来说 可以用他标志性的电梯认球直接打门 这叫罚的质量很高 但可惜有些正 门将巴尔德斯稳稳地将球抱在怀里 对于塞罗来说 这场比赛不仅要帮助球队取胜 而且要打破他自己的一个魔咒 那就是在面对巴萨的比赛当中 没有进球的魔咒 塞罗在曼联和黄马一共六次对阵巴萨 仅取得一胜一平四负的战绩 因此巴萨对塞罗来说 几乎就是克星球队 塞罗非常希望能够打破这个魔咒 这是梅西在接到队友的传球之后 进区内小角度左脚挑射 门将卡西勒亚斯不敢怠慢 及时地出击 将球扑了下来 在伊尼斯打传球的一瞬间 前锋线上的佩德罗 有越位的嫌疑 但最终接球的梅西并不越位 这场比赛对梅西来说 他同样也要打破一个魔咒 那就是在面对穆里尼奥之教的球队的比赛当中 梅西还没有进过球 即便是双方首回合 黄马0比5负于巴萨的比赛当中 梅西仍然没有打破 面对穆里尼奥球队的进球荒 这是本泽马在禁区外的一脚打门 门将巴尔德斯哭球脱手 球出了底线黄马的角球机会 角球开出C罗高高跃起 投球攻门皮球顶高了 这场比赛 穆里尼奥对黄马的阵容 做出了精心的部署 也做出了一定的调整 佩佩出现在了后腰的位置上 而另外的两名中卫 是由卡瓦略和阿尔比奥尔搭档 这就是被西班牙媒体称作的 黄金三角中卫组合 在面对比尔巴厄竞技的比赛当中 穆里尼奥曾经用过这个组合 效果不错 这是比赛第25分钟的时候 比利亚带球兔进区被卡西放倒 主策办并没有判法点球 这个时候巴萨的队员们上来 和主裁费尔南德斯理论 费尔南德斯把皮克叫了过来 向皮克直接出示了黄牌 原因是皮克对费尔南德斯 出言不训 这是上场比赛当中 巴萨罗那队创造的一次 极具威胁的进攻 比利亚形成单刀之后 卡西及时的出击 从慢动作来看 卡西的确是先碰到了皮球 而且这个球离比利亚的身体较远 这应当不是一个点球机会 皮克此时的争辩 只能为他换来一张黄牌 赛后西班牙的马卡豹认为 穆里尼奥在比赛中的用兵是模仿了巴塞罗那队 这场比赛中阿隆索与哈维比拼 赫迪拉黏住了伊涅斯塔 而佩佩则扮演了布斯克斯的角色 为了让佩佩打后腰 穆里尼奥甚至放弃了恶气 这是上场比赛当中 迪玛利亚获得的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他没有选择将球传给位置更好的本泽马 而是选择了自己直接下底射门 这脚射门有些着急 迪玛利亚的表情也很沮丧 这球如果传给本泽马的话 机会会更好一些 最后黄马卷土重来 马赛洛将球交给了塞罗塞罗兔进区 进区内的射门 被对方的后卫阿德里亚诺干扰 球被巴尔德斯得到 这场比赛中 阿德里亚诺的主要职责就是丁房塞罗 在整场比赛里 他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这是卡瓦略从左边路助攻上来 将球交给了马赛洛 马赛洛反过了对方的一名队员 直接打门 在巴萨队长普悦尔的干扰之下 马赛洛的这脚射门没有能够打上力量 而且在完成射门之后 马赛洛的表情非常的痛苦 走路一瘸一拐 他受了一些轻伤 这场比赛巴萨的队长普悦尔 伤欲复出 当然他的伤势并没有好彻底 不过为了这场重要的比赛 普悦尔还是决定冒险上阵 这是布茨克斯在右边路带球的时候 被黄马的两名队员卡住 最终布茨克斯痛苦地倒在地上 抱着自己的头部 马赛洛很无奈 他认为布茨克斯是假摔 看一看确实马赛洛在后面对布茨克斯有伸脚的动作 双方的拼抢十分激烈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马赛洛并没有击中布茨克斯的头部 这是比利亚接到队友传球转身打门 这脚球没有能够打上力量 从比赛的过程来看 前锋比利亚并不在状态 巴萨的NVP组合当中 在这场比赛里只有梅西发挥正常 当然梅西也受到了黄马后防线的重点照顾 这是梅西在和佩佩的对抗当中 被佩佩的膝盖击中了脸部 梅西非常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还好的是经过简单处理 梅西又重新回到了球场内 他的伤势并无大碍 上半场比赛第43分钟的时候 巴塞罗纳队获得了一次绝好的破门机会 这是梅西和伊尼斯塔做了一个二国一配合 比利亚将球做给梅西 梅西代球突入禁区 禁区内的打门 门将卡西利亚斯将球果断地扑出 这次配合非常的漂亮 梅西的这个跑位和他的路线 让我们想起了在三年前的国家得比当中 梅西上演帽子戏法的那场比赛 他就是在诺堪布球场的这个位置 打进了重要的进球 随后黄马的角球机会险些破门 先是拉莫斯的投球百度 远端的塞罗投球攻门 皮球被守候在门线上的后卫挡出 在拼墙角球过程当中 后卫阿尔维斯也受了一些轻伤 拉莫斯的点恰到好处 塞罗将力量集中于头部 奋力地偷球攻门 这个时候门将巴尔德斯已经撤到了网内 无力防守 幸亏回防的阿德里亚诺 及时将球用头甩出了球门 上半场比赛双方0比0收场 下半场比赛当中 导播不断将镜头切给了 正在热身的恶气 尽管佩佩的存在加强了黄马的防守 但是黄马的进攻 确实缺乏一些创造力 比赛第48分钟的时候 塞罗在禁区外被对手放到 主策办判罚了任一球 这个任一球位置比此前的那个更好 塞罗的任一球极具威胁 打在了力柱上 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黄加玛德里队稍欠运气 这脚射门极为掉钻 质量比第一个任一球更高 塞罗的电梯球 在越过人墙之后急剧的下坠 门将巴尔德斯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比赛第50分钟的时候 黄马的后防线上犯下了重大的错误 这是阿尔比奥尔在防守比利亚的时候 拉人犯规了 两个人在巴伦西亚的时候曾经是队友 穆里尼奥脸上露出了有些诡异的笑容 这种笑容透露出的是一种无奈 阿尔比奥尔这确实是一次无谓的犯规 进区内他的拉人动作很明显 这个判法没有问题 这让穆里尼奥无可奈何 这个点球由梅西来主罚 球进了 梅西终于打破了自己面对穆里尼奥之教的球队 没有进球的魔咒 值得一提的是 这类进球使梅西成为了国家得比利史上第一位 能在伯纳乌球场连续三场都有进球的选手 这个球其实卡西已经判断对了方向 他只差一点就能将球扑出 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队长普悦尔突然坐在了场内 这个时候黄马